我叫杨一鸣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 考古学与人类学系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科技考古 包括有机产业物和归山原物物 比如说陶瓷 玻璃和玉器等 在我看来考古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学科 因为它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 探讨人与环境的互动 我们从科技的角度来讲 可能是说我们更多的是想用科技手段 来提取古代遗存中的潜信息 从而为我们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复原古代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这方面我们吸引最近几年 也是通过各种手段 包括植物考古 同位素考古 有机产业物 来研究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对有机制来说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红外光谱 气氧色谱 质谱联用 还有蛋白质组学 我们会用红外来初步判断 有机材料物的性质 比如说古代的糖类 像淀粉类的物质 古代的脂肪 还有古代的蛋白质 所以主要是做这三个物质 我们从这三个物质涉及到的 比如说蛋白质 比如说像奶酪 肉 甚至包括一些血液产业物 和这些东西都跟蛋白质运气相关 从蛋白质的角度很容易把这些部位 就是说这些动物的不同部位好好区论开 所以我觉得这是蛋白质研究古代动物资源利用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它不仅告诉我们利用是什么动物 我们还是利用动物上的哪个部位 你跟动物部位的利用不同 可能反映到人的生气方式的不同 比如说利用奶 你要说大质量的利用奶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屠在动物的前提下 有大量的获取蛋白质 但是觉得是对某种内障的利用 那可能能对于某种宗教 考古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把科技人文深度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其他学科比较少见的 而且考古设计科技不是说某一方面科技 它是各种各种的科技都会涉及到 所以它在从业者要求方面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不仅是了解自己的这份科学 你对其他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 你可以不去从事不去干 但你必须能够理解 你能够把其他领域的科学成果 把它有机地融入到你的研究中来 因为我们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只用到自己的研究结果 我们也把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 还有人文背景 考古背景 揉在一起 所以这一遍 这是一个 每篇文章之间都是一个多学科交叉 最大的一个结晶 我是科技考古学家杨一鸣 我来做科普 8月18日欢迎来有意识博物馆 听我聊聊古代新鸣的生活故事 我来说是科技考古代新鸣的生活故事 我来说是科技考古代新鸣的生活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